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的頻道 今天是2022年的元月16號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這個豬籠草 我們豬籠草呢 它長了很多豬 我們打算把它分租 在分租之前呢 我們先來探討說這個豬籠草啊 這個歷史的往前推啊 它可以推到什麼時候呢 什麼時候 什麼古人什麼時候開始在種子 養殖這個豬籠草 根據我個人的一個研究啊 大概在中國唐朝的時代 有一個白巨翼 有一個詩人叫白巨翼 從他開始的 他在琵琶琴裡頭有這麼提到 大懸招招如極雨 小懸切切如詩雨 招招切切挫雜潭 大豬小豬落玉盤 各位 有沒有 我們現在這個豬籠草呢 這盆豬籠草呢 就是大豬小豬落玉盤 呵呵呵呵呵 聽我在吹好不好 呵呵呵 我們現在把距離拉近一點 來看看 好我們現在眼前看到的這個 豬籠草呢 它是一個蘋果豬籠草 那這個豬籠草呢 你看它已經長了 哇很多豬 這一個是母豬 分了很多的小小苗出來 哇真的 這一豬啊 我們轉過來給各位看 看得到的只有一豬 兩豬 哇 下面還有小豬的三豬 再轉過來 哇 這邊 這邊 四豬 呵呵呵呵 好多喔 真的是大豬小豬落玉盤 你看 這麼多豬啊 因為現在呢 看起來這個 這一盆的豬籠草草呢 已經長得 密密麻麻的 所以我想要試著 打開來看看 看看裡面生長的狀況怎麼樣 看看能不能試著把它 分開來 那我們現在呢 就將 這邊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個旅線 我們之前呢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介紹過 這個豬籠草移植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那這個呢 是我更早移植 但是我沒有拍影片 那現在呢 它已經 越長越多了 那你看 這是我之前呢 移植過程中呢 用這個鋁線呢 把它給固定 因為 這個 這盆豬籠草呢 當時呢 試著想想看 這個 這母豬這麼大 當時我是用木屑種的 當時我移過來的時候呢 這個母豬太重了 整個會這樣子翻出來 所以我用鋁線呢 去把它固定這個 這個 這個盆栽的戒指 避免它翻出來 好 現在呢 我們把這個鋁線呢 來拆掉 哇 OK 我們這樣拆到這個 鋁線拆掉了 那你看呢 現在我們要想辦法 看看能不能 拿出來 把旁邊先把它捏鬆就好了 不用敲了 好 捏一捏 試著看看能不能 拉出來 拉出來看一下 啊 OK 順利啊 那我們現在呢 來觀察一下這個 豬籠草的根部生長的狀況 你看 這豬籠草的根呢 你看它黑色的 它沿著這個 旁邊在生長 給大家看看 看起來長得還不錯 看起來長得還不錯 這下面呢 有沒有這個 像長菌的地方 長菌 這應該是 木斧菌 我們之前也跟各位介紹過 木斧菌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現在呢 從這裡來看呢 也好 似乎也開始在長了一些菌 在上面 是木斧菌嗎 嗯 沒意外應該是啊 所以這個應該不用太擔心 但是我們今天主要的重點是要 拆 拆這個豬籠草 所以呢 我們要 先看一下怎麼拆 啊 這個 長得像密密麻麻的 我都覺得 好難拆喔 我先去拿個剪刀 把一些不必要的東西剪掉 因為這些有些像這枯掉的瓶子 哇 太愛眼了 當愛手愛腳的 把枯掉的剪掉 那有的花有呢 他第一次種豬籠草 養豬籠草的時候呢 買到豬籠草之後發現說 這個瓶子為什麼看起來乾枯的 以為說他生病 不是喔 豬籠草呢 他老瓶原本就會這樣 就是老葉生出來的瓶子呢 他枯掉後就會像這個樣子 當然啦 你可以考慮把它剪掉 剪掉會比較好看一點喔 不會看起來這樣子 感覺有個東西枯死在那邊 因為我們現在要移植 等一下會 怎麼說呢 就是 這些有點障礙 卡在那邊 擋住我們 做移植的操作動作 所以我們把愛眼的東西 先把它處理掉 好 我們現在要找 不曉得 不曉得他有沒有長根耶 我不曉得說 這個 豬籠草 這樣子 根有沒有順利長出來 免得我 怕我們 一件 分開來的時候 結果他死 沒有根 就很糗 我們來試著拔一個小顆的來試試看 不知道有沒有根 我拔這 旁邊的小顆 我們在拔之前我先講一下 其實豬籠草跟很多植物都一樣 不是只有豬籠草 有母豬帶的話 他會大比較快 當然 這個因為他分了太多豬了 所以他會長比較慢 如果只有他分一豬 那那一豬就會長很快 那現在一次一口氣分了很多豬 所以他每一株都長得慢慢的 基本上只要有母豬帶 他會大比較快 如果我們這樣拆掉之後呢 他日後會長得會慢了一點 但他還是會生長 我現在是要找根 不知道有沒有根 沒有根就很好笑 這感覺怎麼分了好多豬 我們試著 硬拔 我們犧牲一個試試看好不好 試試看 沒有拔不知道有沒有根 有錯 我們好像猜錯了 這應該不是根 猜錯了猜錯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把距離拉近點看看 好 這個是我們剛剛拆下來的小苗 這個小苗怎麼看也沒有根啊 真的是 果然不拆不知道啊 拆了才知道說 竟然沒有根 搞笑 這這這這這真的搞笑 好沒關係啦 因為據我所知 這個豬龍草要插枝也很容易活 所以 這變成插枝 好我們到時候 這個另外處理 我們再看看能不能拆 找看看其他的有沒有大豬一點的 再退後一點點 所以這這表示剛剛那種小豬的 苗應該都沒有根了 有根的可能會有根的應該是大的吧 但是我們現在 這個大的 這豬大的 又很難拆 都被小苗擋住了 都被小苗擋住了 好OK 我們拆這一豬試試看 這一豬 雖然比剛剛我們拆下那個大一點 總是要拆拆看才知道有沒有 沒有拆怎麼會知道 我是說有沒有長根 好吧 拆了才知道有沒有長根 哇這好像 從很下面長起來的 哇 這個 這個這樣子看 這也沒根耶 你看 從底下長起來的這個 也沒根 哇好了不用拆了 這樣大概知道了 大概知道什麼 大概豬王草的這個小小苗啊 它可能從底下 它會類似長一個金 衝出來 然後分珠 但是它的金上面的都沒有根了 沒有長根的感覺 嗯 這樣子來看應該是沒有 這樣拆掉兩個之後 這樣子在觀察這個大的 沒有 沒有根 果然沒有根 好 不管它 沒關係 等一下呢 我們把剛剛拆下來的兩豬呢 做移植 那我們呢就是 其實我也好奇啦 我也沒移植過這個小苗 豬王草小苗 我第一次移植 那一直這樣子我們發現說 這個從這個母豬啊 長出來的這個側芽呢 旁邊呢 它不會長根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還是太小了 或者是戒指呢 還沒有覆蓋到 不過沒有機會讓它長根 OK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呢 先把這個 我們拆下來的放回去 OK 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各位未來想要它好看的話 你可以考慮呢 將這個母豬啊 剪下來自己擦枝 因為我印象中 種草可以擦枝 但是我沒有剪下來擦過就是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 誤打誤撞 拆了兩個下來呢 發現呢 都沒有根 所以呢 各位未來如果碰到相同的情況呢 你可以考慮 就先不用拆了 因為 我們已經拆過了 沒長根 神奇的啊 當然啊 如果有什麼前輩了解 知道原因的話 歡迎留言 研究 研究看看 為什麼它沒長根 有趣 嗯 接下來呢 我們準備一個盆子呢 把它擦枝 擦回去 看它日後會不會生長 OK 我們準備了 一個 盆子 這個舊的盆子呢 我們打算呢 就試著看看這樣子 插在這邊 看看它會不會活 等它活了 我們再想辦法移植掉 所以呢 先擦 先試試看 試試看 說實在的 這個 這個 這種擦枝法 我還是第一次 第一次這樣搞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沒試過 我也沒看過人家 拍過 我從來 我每次養東西 養一些植物 我從來沒有看過 網路上看看別人怎麼處理的 完全自己很隨性 所以有時候呢 可能會自己搞一搞呢 就 被自己搞死掉 也有可能被我搞死 也有可能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介紹到這 當然我們就當做一個 觀察紀錄 那我們這樣子拍片的紀錄的話呢 日後呢 它日後是死是活 我們才會有 有個依據 有個時間做標準 今天我們影片就介紹到這 感謝收看 再會